日本東京都的金王縣特級列車 日前發生隨機殺人事件 也有嫌犯在九州新幹線上 縱火燃燒座位 臺北市警局跟北捷公司等單位 今天展開模擬演練 希望提高工作人員的應變能力 兩名男子互看不順眼 節日上越講越激動 只見一旁乘客不斷後退 車門一開 所有人更急忙跑出 車箱列亮刀 警方棍棒盾牌警戒 只是勸阻無效 只好使用電擊槍 僵人制服 同樣在北捷 男子搭訕不成走出車廂 突然情緒失控 以私拿出汽油朝自己和地板 不斷潑洒 原警抓準時機上前壓制 原來這些都是模擬演練 由於北捷日前十二小時內連續發生兩起亮刀事件 日本又接連爆出金王縣特級列車 無差別隨機殺人事件 九州新幹線也有人縱火燃燒座位 有見一次台北市警局特別針對突發事件進行演練 那針對這個突發的隨機殺人案件 那本局做這個充分的演練 那也針對拋射室的電擊器 來做一個對同仁的集訓 一旦捷運警察勸阻無效 就會拿出拋射室電擊器 讓嫌犯暫時失去行為能力加以制服 這是捷運警察的基本裝備 更要強化狹窄空間的製暴能力 針對持刀涉嫌恐嚇的部分 案件數目前是十一件 所以以常態性來講的話 因為逐年的捷運警察的這個警力數的提升 所以相關的案件事實上數量並不多 根據統計二零一四年發生政捷事件後 北捷陸續出現十一起持刀涉嫌恐嚇案件 多數是精神狀況異常 儘管沒有達到重大危安事件等級 但就怕隨機攻擊事件重演 警方全面提高戒備 希望不讓捷運安全亮起紅燈 記者傳訊謝奇文台北報導